HELLO 大家好 什麼六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一台 Windows架構非常強的性能掌機 它叫做一號本One-GX 左邊是它的主機 右邊是它的手把 它可以當作電腦使用 可以把它結合起來變成一台全系掌機 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用的是 第十彈Intel iOS的處理器 不管是在它的CPU 或是它的其他硬體方面來講 都是非常的強的 你可以拿它來玩電腦的遊戲 Steam的大作 或者是復古模擬器 PS2 PS3 它都可以跑 但是呢這一台非常非常的貴 它要大概三萬塊台幣左右 那是基於非常多玩家想要了解 所以我才冷痛去買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有賢錢 富二代還是有能夠讓你 不用努力的阿姨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一般玩家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在物色之後的一些 類似的機器 或者是看GPD類的 因為它的可能同規格的話 我覺得它也會相對比較好入手一點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 全部拆出來了 那我剛才從裡面拿出來 它的包裝非常有質感 不愧是高單價的產品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首先呢它會有一個這個 很有質感的一個信封袋 那信封袋拿出來裡面會有這個說明書 那給大家看一下說明書上呢 就是機器的一些 怎麼去做一些操作的說明 那剛才我跟大家說它是Windows的架構 所以後面呢也會有Windows的一些操作的一個流程 好 再來線材的部分呢 它會附你這個45W的一個充電頭 然後它雙頭都是Type-C的這個連接端 好 那機器的部分先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是一個金屬的質感 而且看起來也是非常的 有它的價格跟它的價值所在 那待會再來看機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還有附這個手把 那手把的部分呢它有一個專屬的收納包 好 那裡面呢會有兩個它的這個手把 好 那還有一條這個手把的充電線 那手把呢是USB轉Type-C 那一樣有一本小本的手把的使用的說明書 它的設計呢 其實是很像SWITCH 一樣把它砍在這個機器上面就可以玩 好 那它砍上去的方式呢 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直接呢 把它攪在這個機器下面 好 勾上去之後呢 往上稍微推一點 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意思 推一下 好 這樣子就安裝好了 然後你把它打開 它就變成一台掌機 好 那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機器的部分 全部看到的都是金屬 但是手把的話這個是 塑膠的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機器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機器的部分 那用的是這個國際鍵盤的規格 所以呢 沒有注音 如果說需要注音的話就兩個方式 可以走雷雕或者是注音貼 那下面呢是左鍵右鍵 跟滑鼠的方向滾輪 好 那上面的話有指示燈 跟電源的開機鍵 那會建議大家就是 鍵盤跟這個螢幕呢 都去做保護貼 因為這個是可以觸碰的 好 再來看一下側面的部分 那它的左側的部分呢 有一個SIM卡跟記憶卡的插槽 讓這個行動網路呢 倒在機器上面去做使用 當然它也有支援Wi-Fi啦 那記憶卡的部分呢 它裡面的硬碟空間是256G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夠大的情況下 你可以插一張256G 就會變成512G 那另外右邊的部分呢 有一個迷你HDMI接口 如果你要外接到大電視 或者是大的設備的話 你可以走這個影像的輸出 好 那最後面的部分比較簡單 它就只有四個插孔 一個耳機 兩個Type-C 跟一個USB 3.0 這個Type-C的部分 有一個是讓你做這個USB的轉換 好 那另外一個Type-C呢 就是純粹是做供電的 那USB 3.0 可以讓你外接隨身點 安裝其他的應用 好 那底部的話 就有它的這個型號 跟它的名稱 還有一個 Intel i5的標誌 那它的CPU的型號是 i5-10210Y 那它的記憶體是8G 空間是256G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機 來看一下它的系統吧 GO 好 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了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螢幕上面 去做觸碰的控制 那你也可以透過 下面這個滑鼠的滾輪 去做操控 好 那手把的部分 這邊也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跟一般主流的遊戲機差不多 DEPAY的按鍵 雙類比搖桿 ABXY的按鍵 那左右的手把 都有三顆輔助鍵 可以做設定之外 也可以做單雙手把的一個連接 那這個手把 有三種連接模式 那也支援這個鍵盤滑鼠模式 那這台機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 Steam遊戲的執行效果吧 GO 好 現在已經把醫藥本呢 外接到這個大螢幕上面了 透過HDI的方式 給大家看一下它呈現的畫面 那另外呢 也用它的USB孔的外接一個滑鼠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 Steam遊戲的一個執行效果 這支援的部分 它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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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team的部分呢 因為我只有安裝CS-GO 所以我只能測這個部分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至於它能跑多少遊戲呢 這個可以看它的規格 它是Intel i5-10210Y的CPU 它的RAM的話是8G 那官方也有出它的16G RAM的版本 所以如果你要玩比較大型的遊戲的話 可能考量到記憶體部分 大家可以在自由去做規格的斟酌 好 再來除了Steam以外呢 它也可以拿來跑復古的模擬器的遊戲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現在外接這個HDMI到大電視 所以我手把不能插在機器上面 但是我可以拿在手上玩 好 那我們進個遊戲看一下 好 那控制的話基本上沒有問題 這一顆是發射箭 OK 好 那我把它插到機器上面呢 再秀一次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操作的感覺 好 我現在已經把它拔掉了 進一個PS2遊戲 來測試一下它的一個效果 那切點的話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 它的外接的HDMI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說接著手把就不能接到大螢幕了 必須要把這個拆下來 好 讓我來測試一下 好 讓我來測試一下 好 讓我來測試一下 第1個遊戲 4個遊戲 2個遊戲 2個遊戲 9個遊戲 太阻礼了 OK 基本上控制是沒有問題 感覺上有點慢 但是Sending其實都是正常的 那它的話其實還是在 Windows的架構下去做一個執行的 那你也可以透過這個部分去做控制 那要退出遊戲就按一下 我們就可以回到選單裡面去做 其他遊戲的控制 那這個模擬器看起來很特別 它這個是Coin Apps內 這個我之前開箱也有參考過這個 影片的部分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好 再來我們可以用它來跑天馬模擬器 不管是Coin Apps內 天馬 在這台機器上面都是可以操作的 但是這邊會比較建議呢 如果要玩復古模擬器的話 其實有更便宜的機種可以去做選擇 那如果你要玩Steam的大作的話 我又覺得電腦的效果還是比它好 不會推薦大家用這台機器去玩這種復古遊戲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來跑Steam 我覺得又不是每個遊戲都可以順暢 所以基於這個遊戲的體驗來講 我覺得不是很建議它去入手這一台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PS3的模擬器 好 接下來呢 我用它來執行一下PS3的模擬器 因為很多人說 這台厲害就是厲害在可以跑PS3 那我其實試過很多遊戲了 這邊可以先跟大家講結果 就是基本上是不會很順暢的 那我這邊呢 全程就是一刀未捷 我就讓它直接去做執行 基本上它是目前市面上掌機能跑PS3模擬器沒錯 但是順不順呢又是一回事 那如果說只是跑到PS2的話 那以這個單價來講我覺得也太貴了 所以還是希望這些對這種復古遊戲有興趣的朋友呢 還是可以多多留意其他的機器 那它的前導執行呢 大部分的遊戲的前導執行都是OK的 幀數都可以來到30左右 但是一旦一旦進入遊戲之後呢 它的幀數就會掉的非常非常之嚴重 這個待會大家自己看畫面就知道了 好 到目前選擇的話 幀數都還是30喔 順暢 好 但是進入遊戲以後呢就會掉的非常的嚴重 好 現在已經進入到遊戲畫面了 那幀數呢已經掉到個位數了 大概是8到10左右的區間在跳 現在只有8點多而已 那其實整體的遊戲的畫面其實已經開始有一點在變得比較緩慢了 有點慢動作的感覺 那這已經算是執行算比較OK的 其他還有更慘的遊戲我就不開出來了 那以這個算是可以直接進到遊戲畫面OK的 但是它的玩起來效果就是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好 我的人物要開始動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個慢動作的感覺 所以有些人可能很期望說 這種貴的機器會不會拿來跑PS3 可以非常的順暢 玩起來非常的爽 會不會是大家都沒有只有我有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效果就是這種感覺 那現在已經卡死了 其實效果還是非常有限的 好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這是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很多地方沒有跟大家說到就是 電腦上能做的事情 在這台機器上面也可以做到 如果要花到這個錢 這個預算買到這台機器 我們會希望著重在遊戲體驗上面 那遊戲體驗的部分呢 其實復古模擬機它都能跑沒錯 但是能跑到PS2 很多比較便宜的機器也做得到 那它是唯一其他機器沒辦法做到的就是 它可以執行PS3的模擬器 但是結果就是像剛才大家看到的 就是可以執行但是不會順暢 那它能夠跑Steam遊戲 所以它的優勢就在於 它變息性很強 但是缺點呢 就是Steam有很多遊戲呢 其實更講究它的硬體規格 所以這一台呢 其實它能跑的遊戲的數量 也是非常的侷限 如果你把這個RAM加大到16G 可能就要3萬多塊以上 那不如去買一台桌機 可能效果會更好 這個影片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想要攻擊這個產品啦 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以這個價格這個預算的話 我不是很推薦大家 以遊戲的出發點去買這台機器 好 今天影片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